我之前是去加州玩 然後我知道那邊的人 就是很不喜歡墨西哥人 但我覺得這事情好嚴重到 因為我朋友帶我去Outlet逛街買東西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我逛了一個牌子 就是MK 你知道Michael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包 然後我就很高興 我就說那我明天去吃飯什麼什麼 我要用 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語重心堂說 你買了這個包你回去再用 你在加州先不要用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那個牌子 已經被老莫拿到 就是大家只要看到這個牌子 就覺得你是墨西哥人 所以你拿的話你會被歧視 人家就會覺得說好弱喔 那個牌子現在已經變這樣了 在加州 真正的加州人是不會用那個牌子的 因為那個是老莫 你的朋友也是亞洲人嗎 還是你的朋友是白人 白人 你看白人這麼壞 你怎麼想講這一句 黑人比較還好 你嚇得那麼大聲什麼意思 沒有 講真的老實說 你們有沒有一點排擠白人 他們從早一直在對我們不好 為什麼要跟他們好 為什麼要跟他們好 你也要排擠別人啊 你看美國就是有很多問題 像我們在美國 你要考那個之前也是一樣 你要考那個加州的時候 他們就是我的那個亞利桑那州 他們還要投票的說 我們不要 我們 不能用什麼墨西哥文 或是西班牙文 什麼別的語言都不能用 你一定要用那個英文來考 美國人就是永遠覺得 大家都會講英文啊 對啊 大家都應該要講英文 但是這個你就是啊 對啊 我們不是現在在講中文嗎 沒有 就是那個 你耳朵 眼睛壞了 耳朵也壞了對不對 難怪你看不到 那個牛排是山的還是山的 你們杜麗先生要再排擠韓國人了 好好笑 現在 好好笑喔 對 你看你到那個點餐 你也是跟大家講英文啊 沒有 那個是好玩 其實我覺得那個是很好玩 因為他們都是 我覺得這個很好笑 為什麼台灣人的服務生 都是要用那個英文的牌子 他們的名字都是永遠都是 Jill Angus Vincent 這麼爛的Vincent 這個名字還出現了 然後就 對啊 前Vincent 對 就是用這些英文名字 你跟他們講話 Hello Hello Can I have this 他們就 都突然變得很緊張 我想說就是對他們 就是給他們一個免費的英文課 你們美國中式餐廳都講中文嗎 不要這樣子喔 我回去美國的時候 你在告訴我是不是 我怎麼會吃中文料理呢 我一直講那個 沒有 義大利人很好很好 會嗎 我很喜歡義大利人 就是在義大利當黑人 有一點點起始 那你不是真的黑人啦 我不是 我不是 我是一般一般 在義大利的話 我記得有一個政治人物在英文 但是他是黑人 那他上台講話 人家會給他丟香蕉 丟香蕉 為什麼 他覺得黑人講得像猴子嘛 他該去香蕉 所以丟香蕉 那這樣不行 可是這會不會是個人行為 不會代表整個義大利啊 嗯 好了 好了 這個香蕉的部分 我們先不講啦 因為 也是你自己先講的 沒有 有一次我去義大利南部玩 義大利很漂亮 很美麗的國家 我坐火車 那天洪水 下雨 那車都晚點了 都沒車了 那有晚上我不知道怎麼回去 因為我要回義大利北部嘛 然後我在火車站 我問別人 欸 那個車子是什麼時候來啊 那車往北上 他看著我 一個義大利人說 你啊 你是要在另外一個月台 對面那個往南邊下去啊 往南下 我說沒有啊 我要往北上 他說 你們南民所是在往南下啊 非洲南民所 不是 所以你要去南民所 我這樣 我說 我是留客 我是遊客 我是來晒太陽 我是來 遊…到海邊遊遊 我是去… 携太陽 這個比較可憐啦 可是對 不過就是… 你還уй曬什麼太陽啊 我不是南民 我不是南民 都是坐那個小小的船上來 然後他們都沒有身分證 所以義大利人 所以義大利人就是很怕這些人 因為他們來啊 然後他們就是 還是搶到工作 我不知道他們 咱們怎麼可以搶到工作 他們就是搶到工作 他們沒有身分證 那你總不能看到所有膚色深一點 就叫他們去那名稱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恐怖的現象啊 對 就是有很多 他們就是很辛苦的來 然後有一些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不是他們 然後他們還是因為看膚色 就講 反正就是義大利最近有這個 這個現象 而且那個新聞也不幫忙 新聞也是 反對這些移民來 所以你們現在排外 是因為有一些特殊 特特殊事件發生啊 對啊對啊 這幾年就是越來越 越來越嚴重 那媒體一直強調這個有多嚴重 所以一直報導 要不然其實之前去義大利 都覺得他們還蠻友善的啊 可是我自己去義大利的時候 我是有被警告過說 要小心一點就是 就是 就是當地的導遊就跟我們說 欸 你們的荷包啊 還有沒有貴重物品 要自己看好喔 不見就不見囉 然後就說什麼 不見了就不見了是什麼意思 他說如果你不見了 沒有人會幫你處理這樣 我說欸 不能報警嗎 他就說之前有一個就是亞洲人 就是黃皮膚的亞洲人 去義大利旅遊 然後他可能去精品店 他就買了一個精品的行李箱 然後他就把所有的家當就 他就都放到那個 REMOVA行李箱裡面去 所以所有東西 都在REMOVA的行李箱裡面 然後他是遊客嘛 他就把它放在那個遊覽車上面 他就去旅遊了 結果旅遊完回來之後 整個行李箱不見了耶 行李箱包括裡面所有東西都不見了 整箱暴走就對了 對 然後所以他就想說 這個太可怕了吧 這麼大體積的東西 都可以在光天花日之下不見 他說一定要報警 所以他就去那個警察局報警 結果啊 你知道那個警察局裡面 還有其他的就是去報案的人 可是是他們義大利人這樣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 然後他就在那邊 義大利人報案的人 還在那邊哭說 發生什麼事情這樣 然後警察還在那邊安慰他 可是因為他是黃皮膚的人 他去報警 然後警察就只問說 怎麼了 你在哪裡東西不見了 什麼 然後也沒有做筆錄喔 然後就哈哈哈哈 就叫他走了 就變成要處理的意思耶 然後所以我們的導遊就跟我們說 你們自己小心一點 因為你們自己東西不見就不見了 警察不會幫你們 其實這跟黃皮膚的人有關係嗎 還是其實他們對所有人都這樣 不知道 可是他們當地的那邊的 那個派出所的人就是 當地的自己的義大利人 他們就好好的在那邊 還在安慰 然後哭成這樣子 還在那邊安撫 義大利啊 的食物雖然很出名 可是他們的外來食物很少耶 對 對 而且我覺得他們很堅持 你們很堅持自己的飲食文化 好像覺得就是 全世界都只有義大利菜一樣 因為這是最好的 你看 因為我去義大利玩的時候 我朋友帶我去她阿姨家 然後她阿姨煮義大利麵給我們吃 然後因為我們自己的習慣 就是因為有叉子 有湯匙 然後很自然我就兩隻手起來用了 我湯匙一拿起來這樣捲麵的時候 她阿姨就用義大利文情 她解釋給我聽說 吃她的義大利麵不可以用湯匙 只可以用叉子 不然你不尊重義大利麵 然後我就 蛤 有這種事 我就趕快跟她道歉 對不起 你是跟她道歉 還是跟義大利麵道歉 跟她跟她道歉 跟她說不尊重義大利麵 對 然後我就覺得好奇怪喔 就是為什麼你們有這種堅持 而且我之前還就是看到文章 上面有寫說你們義大利不知道哪裡 有一陣子是 禁止開國外餐廳的 還有這樣 有 我可以理解 因為其實義大利人 對自己的食物非常的驕傲 然後當現在義大利 對採權世界有某一些認證 就是大家都認為義大利菜 所以他們就是要保持 但是每一個義大利人 都要覺得 保持這個就是第一名 所以他不想要跟外面的混合 而且我們看很多國際的聯盟的店 比如說我某幾家賣咖啡的 那我 而且用我們義大利文的名字 寫他們的咖啡 什麼 medium grande 20 然後講那個咖啡的大小 然後就是跟義大利文是不一樣的 而且咖啡這個那個品質不可以比較 可是價錢都好幾倍 然後才全世界都賣 我們的義大利菜外面都不賣 所以我們會覺得這個很不爽 所以我們就在國內都會排泄這些東西 這等於是他為了要保有他們自己 對 我就聽說那個星巴克最後一個 就是他所有國家都設地人 就只有在義大利是最後這幾年 才設了第一家星巴克 對耶 我問我的朋友他們都說 都是外國人在去的 對 都是觀光客區 因為你看我們義大利人 你去一個酒吧 一杯咖啡要30塊台幣 很貴 所以星巴克要100多塊台幣 為什麼要喝它 而且我們的比較好喝 義大利除了最近的這個難民的事情 在很久以前 我們都是比較不喜歡德國人 我們都會覺得他的評位一定有問題 我有一個鄰居 他是在義大利大概16歲 來義大利 他爸爸是德國人 所以他的姓是Miller 他是一個德國的姓 Miller 那他名字他也是Alex Alex不確定是德國還是在義大利 所以大家都把他講的就是德國人 可是他16歲來義大利 他要學煮飯 那他20幾歲畢業了 非常有才華 很厲害 可是他跟我說 他亂去面試 他們看到他的名字覺得 這個人怎麼可能會煮飯 所以那個我說 就都不給他 就是都不給他面試啊 就是直接不面試 後來他開始工作之後 他很認真幾個月 其他餐廳就知道他很厲害 就一些之前都不敢跟他講話的人 他們就是開始問他 要不要來我們的飯店 所以他們一開始都不要 哈囉 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